補強來改正的 那你是不知道補強的問題 基本上現在安全沒有問題 安全沒有問題啊 如果再來一個六級的大立正 你可以保證沒有問題嗎 是沒有問題 確定 這不是你可以保證的哦 這個是經過專家 我問你好了 部長請問一下 我們新北市的大家長 朱市長說 這個裂縫的問題 相關的這個問題 我們的主辦機關 營建署要負起完全的責任 你同意嗎 內政部是這個營建署是有督導不做的責任 誰負責了 營建署要負起責任 誰負責了 到目前為止誰負責了 那我們現在負責是先把 已經拖了快一年了 誰負責了 到目前為止 負責先把這個問題解決 有沒有任何人負行政責任 我們會去查究 查究已經一年了 部長 從去年四月到現在一年了 沒有任何人負責啊 我們要等整個事情告一個段落 那個告一個段落 該補牆的部份現在進行在計劃審查等等 但光行政部分 整個督導的部分 有沒有人應該負責任的 到目前為止 目前我們查不出來 那我部長 部長到現在為止 你自己有沒有親自主持任何的會議 我有參加內部的會議 什麼會議 你主持還是誰主持的會議 是我主持 我找我們營建署 找相關的同仁來討論 部長你修恩到現在 內政部有沒有跟你報告這個案子的進度 這個進度包括由我們政府次長主持的專案小組都有開會 那請問院長 內政部有沒有跟你報告這個案子的進度 我大概都有了解 但是沒有特別報告 那部長請問一下補牆開始進行沒有 這個分三個部分 他有A2 A3 還有這個山洞 他有三個主要的區域 沒有我只要問你 A2 A3 A6不管哪一區 已經開始補牆沒有 A3 A4還沒有 A2已經補牆了嗎 A2已經這個補牆 錯了部長 A2補牆計畫最近才剛通過 還沒進行補牆的施作 計畫已經審查通過 但是還沒開始補牆 另外兩個都在結構設計當中 補牆設計當中 所以啊 從去年4月到現在為止 補牆的施作還沒開始 補牆計畫一直到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才通過欸 拖了多久 快一年欸 他因為這個東西 如果這段時間又發生任何大地震怎麼辦 我們非常的審慎 事實上他們也認為這個地方 整個組結構的部分不會有問題 部長你不要一直講結構有沒有問題 這不是你說的算 這是大家說的話 部長 整個補牆的計畫一直沒有辦法通過 補牆施作沒辦法正式開始 你知道誰的原因嗎 這個是因為這個 各方都非常的審慎 我們的這個 部長你知道原因在何處 為什麼補牆計畫一直沒有通過 補牆施作到現在還沒有開始進行 從去年4月到現在快一年了 補牆工作要等到審查 剛才您向您所說的這個設計要經過完整的審查 我就是問你嘛 而且督導小組他們這個客戶的本身 部長我要問的就是為什麼拖那麼久 一年 你知道原因何在 你指教 現在都在召開會議審查當中 那我請問部長 這個 湖州合一住宅 當時我們營建署跟他簽約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交屋 是在去年年底開始交屋 去年3月31號部長 去年3月31號 對 到現在已經快一年 這個部分會依照相關的合約來做處分 那我們自己內部有沒有檢討 有 那誰該負責 這個部分 不能把責任推給建商 不是 這個 當然是建商要負最大的責任 所以營建署沒有責任嗎 人民買合約住宅不是因為和自身身的關係 是因為營建署 出面 你們是主辦單位 政府信賴人民 你不能把責任通通推給自身身啊 不是這一部分是我們行政上是有督導的責任 所以我就很質疑嘛 到現在為止 行政部分沒有任何一個官員 為這事情說 我道歉我賠 我應該負責的 這個道歉我之前 包括我都在 公開的場合已經在 不用太廉價的道歉部長 真正要人負責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人負責 因為他從政策面 到執行面 都很大的問題 我請問一下 院長 你知道這幾個差別在什麼地方嗎 應該是對象有差 國民住宅是可以擁有 但是社會住宅是只租不賣 社會住宅只能租嘛對不對 對 國民住宅可以賣 對 也可以租嘛對不對 對 過去了 那合一住宅是什麼 合一住宅是 他是賣 在用比較低於市場 不管有沒有低於 國民住宅是低於市場啊 其實他是跟國民住宅很類似 但是 類似那差別在哪裡 因為國民住宅是依照國民住宅條例 對我知道嘛 那社會住宅 合一住宅 在廢掉所謂的國民住宅法之後 住宅條例之後 社會 這個合一住宅 你剛才講說跟國民住宅差不多是不是 是在在產權的部分來講 它是一樣的 是可以有私人來擁有 但同時也是低於市價的部分來成功 你知道國民住宅這個成功國宅 你去市價網查一下 一瓶多少 68萬 5031年喔 是 大安國宅現在一瓶71萬 你買得起嗎 你可能買得起啦 我問一下啦 一般民眾買得起嗎 國宅 國宅 我給你保證 現在合一住宅 十年閉所及不能賣對不對 對 十年之後可不可以賣 對 賣了之後會不會回到市場價格 就跟大安國宅一樣 跟成功國宅又回到市場價格 當然會 但是我 因此我們在政策上修正 修正什麼 政府不會再蓋合一住宅 所以 你承認它是一個錯誤的政策囉 是階段性任務 什麼叫階段性任務 不懂 蓋完一批之後 然後就已經說這是錯誤政策 該調整的 不蓋了 那時候房價飆漲 政府為了調整 可是你知道我們現在房屋 自由率多少 自由率超過八成 八成啊 沒錯啊 所以當時為什麼 國宅條例要廢掉 自由率偏高嘛 對不對 然後加上 沒有解決所謂房價高漲的問題 所以在105年 已經把國民住宅條例廢掉了對不對 是的 那為什麼還要推合一住宅 可以賣 合一住宅我剛才說過 那時候我還沒來 但是我了解 當時的原因是 因為房價飆漲 政府透過七段徵收 的方式 以及獎益民間投資的方式 重點來了 平易市價 重點來了 他可以賣對不對 對 那跟國民住宅差在哪裡 一樣都是可以賣 但是他承受的 那你蓋了幾千戶之後 就可以平易房價了嗎 他是有地方性的平易價格的 地方性 我跟你講 10年之後又回到市場價格了啦 沒有什麼平易房價這個事情啦 10年後可以轉售嘛 所以我跟你講 國民住宅幾乎等於合一住宅了 只是事辦的辦法不一樣 他可以賣 產權的方式都完全一樣 所以合一住宅政策事實上就是 錯誤 過去合一國民住宅政策的 屆事繁文的版本而已嘛 部長我問你 執行面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執行面最大的就是剛才你說的 因為我們政府的土地資源有限 如果賣了以後 那對於我們政府要來照顧弱勢的 這個族群來講 我們資源會受限 好 那問題出現啦 如果他跟國民住宅一樣 那我們去看國民住宅條例裡面 新辦 國民住宅的方法有幾種嘛 政府直接興建 貸款人民自建 獎勵投資興建 輔助人民自購 這四項方法而已對不對 對 那合一住宅搞出什麼方法出來 合一住宅就是等於原來的國民住宅 那更糟糕的是 他的辦法是用土地標售 賣給建商 這個是也是透過一種鼓勵民間參與的方式 這叫鼓勵民間參與 因為政府並不需要拿出錢來 但是把政府最私有土地 最值錢的土地賣給建商 徵收人民土地 徵收融工處土地賣給建商 政府華德來嗎 土地是非常稀有 比其他東西比錢還稀有耶 這個政府從一個杠桿的原理來講 他因為用這樣的方式 什麼叫杠桿原理 很快的就可以提供很大量的這個住宅的供給 可是馬上 但是我剛才也說過 就我來講 現在的階段 我們並不贊成政府在蓋建商 這個政策不是你推的啦 我知道啦 對 你不在內政部長任期嘛 是 所以我問你這個政策 你覺得以後要不要推合一住宅 不會 不會嘛 為什麼 土地非常稀有 尤其這種 所謂的執行方式 直接賣出去了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政策 名義上叫做照顧弱勢 所謂的馬政府所說的實現居住的 但怎麼樣 實際上是政府徵收人民土地耶 包括板橋福州何一宅 包括林口何一宅 徵收人民土地 然後給誰 人民被土地徵收之後 建商主導整個規劃 賣土地 政府最稀有土地給人民 給建商 然後最後土地建商 土地財團 更糟糕什麼樣 出現了官商勾結 你們前署長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目前還在查 所以我們講整個政策就是錯誤的政策 但是不管怎麼樣 錯誤政策要不要收尾 要啊 部長 部長 這個案子到底什麼時候 福州何一宅 你覺得可以交屋 截至2月29號為止 A27的部分 已經完成215戶的交屋 那A3 A6的部分 大概 會在105年的12月底前使用時照 106年3月開始陸續來驗屋交屋 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幾月你再講一次 剛才說過了 A3 A6什麼時候交 A3跟A6的話 會在明年的3月開始 所以從原來2015年 去年的3月31號 原定合約上對不對 對 要拖到明年3月31交屋 是 整整拖了兩年 你知道這些年輕人 他要貸款 這邊租房子 然後這邊同時要分其角貸款 兩頭燒已經有人交不出來 要退屋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也有 也有不少的房子 退掉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都會 來這個注意到 這個成購者的相關的潛意 那營建署做了什麼 內政部做了什麼 內政部就是 在 我告訴你內政部 營建署現在最大問題就是說 這是土地標售 賣出去我管不了了 權力有限了 所以連工廳會派一個組長來 然後就說我們做了 我們應該做的 現在是建商跟住戶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側面 就是土地標售 賣出去了 營建署沒有任何的公權力 可以足夠來介入 組長 部長 你知道現在 住戶除了要求補牆之外 要求保固跟保證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個我們也要求建商 又要求建商 那政府可以做什麼 政府不能做什麼 這才是問題 因為你是用土地標售出去的 建商跟你住戶去談 那如果談不攏怎麼辦 現在就是談不攏 其實政府一直在這個主辦機關的立場上來講 來協助住戶來跟建商 我請教院長 院長這個案子 你可能還沒有完全進入狀況 我要請問你 在今年年底之前 有沒有可能要求這個建商 用營建署 內政部用各種方法 要逼建商要求建商 在年底之前 完成所有的補牆相關工作 年底之前交付不要拖到3月31號 我想內政部已經盡快在作業了 你覺得從去年3月31號到明年再 真的拖兩年合理嗎 時間當然是有點久 但是剩下這將來這不到一年 到今年年底 委員的目標 技術上如果可行的話 我們會盡量 年底喔 就是年底喔 技術上如果可行 好 謝謝羅委員 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陳委員齊麥質詢 尋答時間為30分鐘